谢谢蓝星文 对 准备好 准备好工具 调音器 搬手调音器 不是搬手调音器 准备好调音器 准备好调音器 然后的话准备好你们的笔 纸 我们今天开始讲 C C的暗音 讲C的暗音 去通知了没 对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就ok 准备好就ok 然后我们准备好笔记 今天讲的东西一样 是要做笔记的 今天讲的东西也是一样的 要做笔记的 ok 准备好的宝宝 够一 我看看有多少 如果有大部分东西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准备好的宝宝够一 ok吗 准备好的宝宝够一 ok 还是蛮多的 准备好的人还是蛮多的 好 有那么多人准备好的情况下 我们就开始上课 上课 今天这个要讲的东西呢 是C的暗音 C的暗音的话需要用调音器 调音器的话就我们 买谷中做错的调音器就可以 买谷中做错的调音器就可以使用 首先呢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一点 是我们这个调音器 在调音的时候 就是打开时候 我们要谷中调音的这个模式 是什么模式 谷中调就是你调谷中的时候 他用的模式是 这个D440 D谷中440 就是他的 他的模式应该调成的这个 页面是D440 是这个一形的形式 能看到吧 D440 D440 然后左下角是谷中 左下角是谷中 就是谷中 就是谷中的时候是这种模式 那我们用调音器 来辨别 就是帮助你们去来调到C的影 就是就是你 老师我不知道我按的是高了 是低了 还是老师我不知道 怎么样才是按准 这时候用调音器来接下来按 用调音器来按的时候 我们的调音器 要按的时候 之前古针调音的时候 是模式是D440 D440 古针 这是他的一个页面的显示 然后的话 我们需要用调音器按到 来调是不是左手 按的时候 是不是按到C的硬准的时候 我们这个页面需要调整一下 调整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现在是D440 古增不变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直按M键 可以看一下按一下M键 它会发生变化 D后边会变成G C后边会变成C C会变成F F会变成像B E 然后接着往后A A掉之后 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C 后边变了看到没 变到了C了 C12平均率看到没 它的那个古增两个字 变成了12平均率 明白 你的古增的 你的这个调音器 调成页面 调成什么样的页面呢 C 那么C的页面 然后显示是C 然后左下角的古增 变成12平均率 明白吧 440不变的 这就是说 如果说你用古增调音的 把古增调音的时候 古增需要调音的时候 用的这个页面 后我们这个 左拉按C的时候 显示的页面是不一样的 明白吧 需要把它 转换一下 然后拉按C 用调音器 怎么样去辨别你的 拉按C 是否按准的情况下 我们的页面 需要转一下 转成C 442平均率 OK吧 那这时候我们再去调音的时候 如果说快手看不清 可以进入淘宝支部间 可以进入淘宝支部间 淘宝支部间 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对 我上面这个字母 能不能看到 显示的字母 我用高音做示范 我用高音做示范 所有的拉按C 它们的这个规律 以及按法 以及这个上面显示的东西 全部都是一样的 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首先的话 我们的拉 不弹的情况 左手不按的情况下 你弹拉的琴弦 对吧 我们都知道 拉上面 如果说你需要弹出 C的音高 C的音准的情况下 是你的左手 按拉的琴弦 往下按 就是按 左手按拉的琴弦 才会出C的音高 那具体按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C的音准 才算是C按准了 那这时候 我们就用调音器 用调音器 那左手你不按的时候呢 它显示的是B 不按的时候 它显示的是B 不按的时候 它显示的是B 而且中间的时候 绿灯亮 当我们的拉按到C的时候 左手按什么样的程度 才算按拉按到C 首先呢 我们之前 昨天的讲 讲课的内容 是这个有这个 拉C 有多远 对吧 昨天是有讲过的 还有没有搞不记得 比如说 巴老师和你学骨针 免费呀 对呀 和我学骨针免费的呀 然后的话 我再给你画个阶梯啊 今天还讲这个阶梯啊 再给你冲一下画 画得不好 记得啊 我爸没记得 没记得 我今天再简单的讲一下 然后左手 就是再了解一下 都到Ry Ry 到咪之间的阴长距离 就再了解一下 都到Ry Ry到咪 都到Ry Ry到咪 太好了 我要给你学 别的老师都说废的 而且他很贵 都到Ry Ry到咪咪 到发到搜到拉 搜到拉 拉到吸吸到高音高 他们之间的阴长距离 都到Ry我们上楼 听第一阶梯上第二阶梯 中间的距离是两块砖 就这么感觉一下 我们唱Dore Mi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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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阴长距离之间的距离的感受 老师我听不懂 听不出来心高啊 成人刚开始的话 确实终于听不出来 也很正常 那比如说我们上楼梯 都到Ry Ry 第一阶梯上第二阶梯 中间距离是两块砖 第二阶梯上第三阶梯 中间的距离也是两块砖 第三阶梯上第四阶梯 你可以看一下上楼梯的这个地方 距离非常短 对不对 非常小 这个距离缩短了一半 这个上第三阶梯上第四阶梯的时候 梯到发之间只有半块砖 非常小 这就是左手我们 左手按 咪到按发 昨天讲的咪 按发的时候 左手按得比较轻 因为它的距离比较短 你的咪上 咪到发的音高的距离比较短 音程距离比较短 你的左手按的时候比较轻 那接着往后 骚到拉 发到骚也是两块砖 骚到拉也是两块砖 拉到西也是两块砖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拉到西之间的距离是两块砖 比咪到发之间的距离是比较大一些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按闲的这个距离 左手往下按的那种总体感觉是 咪按发 按的是比较轻 拉按到西 按的距离感觉 这个力度感觉是 拉按到西的这个力度感觉是 咪到发 咪按发的力度的两倍 就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呢 它具体是多大的力度 多大的按的多深 还是根据调音器来进行 教证你的音是否按准了 按到什么程度才在准的 那么就是整体而言 就是咪按发按的非常轻 拉到西要比咪按发按的稍微重一点 明白吗 就大概这么理解一下 那拉按到西 具体按左重算是重呢 如果我们不谈这个 左手不按拉的情况下 你弹出来的这个琴弦 拉的琴弦它显示是B 对吧 显示的是B 我们所有的拉 按键 所有的拉 所有的拉 就是你所有的拉在调音器上显示的都是一个字母 有没有发现 无论你是谈哪个拉 无论你是谈低音拉 还是谈中音拉 还是谈这个其他的拉 背低音拉 它显示的这个字母都是不变的 它显示的字母都是不变的 明白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我们谈的是中音拉 它显示的字母 我们谈的高音拉 显示的是B 对不对 弹中音拉 让它变回一下 弹中音拉 还是显示的B 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低音拉 还是显示B 弹一下背B音拉 还是显示B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所有的拉的前显示的字母都是B 清楚吗 无论是低音背低音还是中音还是高音 OK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的拉按到C 这个C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才算按准 对不对 那我们的左手往下按的时候这个距离具体有多大 没有固定的没有固定的左手再往下按的时候依然左手离真马一眨的距离 一眨的距离而且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 左手往下按的时候具体按多高按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按到C的音准呢 这时候我们的拉 不 不按的时候显示是B 不按的时候显示的是B 然后左手往下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形式呢 我们看一下它上面显示 这是C的音准 在你按到C的时候 它上面字母应该显示什么 可以看一下 能不能看到 拉按到C的时候显示的字母是 声C 这个声这个颈字号是叫做声号 显示的字母应该是声C 声C一定要加个声号啊 那如果说你按的时候 比如说拉 按的时候往下按 它显示的只是C 没有加紧字号 说明音低了 明白吧 音低了 你当时按到 这时候你的左手需要用力往下 再往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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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它显示声C 绿灯亮才可以 如果说显示声C 红灯亮偏右了 OK你起来一点点 显示声C红灯亮偏左了 这是真片的左边了 你稍微往下一点 明白吧 就是说它音片低了 你往下一点 音片高了 往上起一点 显示的字母是声C 那如果说你按到的字母是C是情况 什么情况下呢 如果它没有是没有没有没有写 没有声号 没有声号的 它的音准是降息 所以说我们很多宝宝老师 哎 我看它谱子没有降息 降息是什么意思 降息的音高是什么音高呢 降息的音高是什么音高呢 对吧 如果说你如果想想到按到 C的音高的话 它显示的是声C 一定要出来这个声号 如果没有出现声号 它显示的是降息 降息的音高要比 C的音高要低 没有 降息的音高是 拉和息之间的距离 在拉和息之正中间 拉的音高和息的音高的正中间的位置 没有吧 也就是说降息还不到息 如果显示C 你还需要往下按 然后把它声号出来 让它声号出来 变成升C才算绿的音量 才算是C的音准 如果我们谈传统乐趣啊 比如说谈这个 嗯 河南派的 很多会用到降息 它能降息呢 你在按的时候 它怎么应该显示是C 明白吧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在按的时候 会出现一种 显示D 你在往下按的时候 比如说 我左手按得过于重了 它显示的可能 这种字母是变成D了 那这时候D字母是D 是什么音呢 是D 明白吧 比如说我们谈这个高音的 显示是D 显示的中音都高音也是D 低音都也是D 背低音都也是D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D 都是D 明白吧 所有的这个D的前线 显示的字母都是D 明白什么意思吗 清楚没 也就是说你左手按拉到D 按拉到C的时候 显示的字母是D 说明音高了 音高了 你左手需要往上起一点 清楚什么意思吗 所有的都显示的字母都是D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看这个形式 有没有在乐曲里面常见过 有没有在乐曲里面常见过 就普子里面常见过 就普子开头都会写一个都等于D 是不是你们最常见的 都等于D 这就是所有的这个 唱都的 唱都的那个琴弦 都是字母显示的D 这就是D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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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吧 OK吧 然后的话 所有的拉按C的时候 字母显示的是声C 字母显示的是声C 如果说显示的声C 指针指在正中间 绿灯亮才算是音准 指针指在偏左了 OK 你的音偏低了 指针指在 指针的正中间的偏右 音频高了 你上下一点就OK了 然后的话 如果显示的是C 它是降息 明白吧 显示C是降息 说明音还不够 你的左手需要再往下按 让它声号出来 如果显示的地母是D 字母是D OK 音变太高了 左手稍微起来一点点 就是拉按到C的时候 左手 左手如何去讲 另外的话 上面调音器 用调音器 来帮助你这个音准 按准 辅助你拉 按到C 还有me 按到发 me按到发的教学课程 可以看回放 看回放的那个 不知道怎么看 可以加V 详音006 即详的详音音 小写全评006 加V之后 王老师的助理 可以找王老师的助理 去要那个 呃 发的 发的按音 OK吧 对 非常简单 这么讲下 好简单 是不是 真的很简单 就是很简单 让你如何用调音器 把发按C按准 老师 哎呀我一看 遇到C我就疼疼 遇到发我就疼疼 这总完全按不准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 接下来就是 拉按C的训练 那接下来 呃 这个王老师 这个发 拉和C的 这个训练的曲子 可以按照这个训练 就一直是 拉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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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指弹拉大指弹C 我上面没有标志吧 十指弹拉大指弹C 就十指大指 十指弹大指 谈完十指弹大指 谈完十指弹大指 那么接下来 我们训练一下 拉C的转换 就是谈完拉 再去谈C 如何去切换 谈完C 然后再去谈拉 如何去切换 就是如何让你 拉和C 弹好听 除了弹准之外 调音器是帮你 拉弹准 然后C弹准 然后的话 拉C的训练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细节在于什么呢 拉弹完之后 看左手按 弹完之后 大指贴 左手按 C 这时候有一个好处 是什么呢 贴 你发现我们 我手上有个动作 是什么动作呢 贴弦的动作 能不能理解 我手上是有个贴弦的动作 弹完拉 贴上 再去按 再去弹C 为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我的右手不贴 你会听 会不会听到有一个拉拐上去的音高 就是滑音 拉拐上去的一个音高 就是滑音 有没有听得出来 比如说 对吧 有一个滑上去的音高 那这个滑上去的音高 它是一个上滑音 这个上滑音 在谱子里面 如果没有写上滑音的箭头 你的这个上滑音 是需要避免掉的 怎么进行避免掉呢 对吧 避免下滑音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弹完拉 大指贴 左手按 再去弹C的情况下 你贴好再去按 琴弦是不是不震动 琴弦不震动的情况下 音是不是就没了 它的语音就没了 为什么呢 音声音是由物体发行震动而产生的 那琴弦不震动了 它就没有音了 明白吧 你左手再去按的时候 它就听不到上滑音的那个滑音了 清楚了没 这是我们弹完拉 贴 按 弹C 弹完C之后 贴 起 同样贴琴弦 把琴弦指出震动 不让它震动了 你左手再去起 一样就避免了下滑音 清楚了没 贴弦很关键 当你速度慢慢的时候 你可以贴 按 分开 当两只手配合的不要快了 贴 弹完之后 贴和按几乎是同时的 但是的左手 右手一定要是哪怕早于左手0.001秒 也是可以避免下滑音的 所以说你的右手无论如何是提前写贴 先贴好的 只不过说当你练得越苦 越熟练的时候 你的右手贴完 左手迅速按的这个速度 配合的就越来越密切了 那我们接下来开始训练 拉和西 拉和西 这间的训练 一直是拉和西 拉和西的一个转换 拉西的一个转换 我用高音做示范 中音低音背低音 同样的方法去弹 包括用调音器 是否用调音器去按准 无论是低音还是中音 显示的字母完全是一样的 左手去按弦的方法 按弦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调它的音准 你左手是否按到拉的 拉是否按到西的音高 完全相同 只不过是说你按 拉按到西去做 拉高音的话 每根琴弦 高音 高音拉 高音拉 中音拉 低音拉 背低音拉 每个琴弦都进行尝试去训练一下 你左手按 拉到西的音高 明白 因为每根琴弦的粗细不一样 中音拉 高音拉 高音拉比较细 可能左手利用的力度比较轻一点 但是中音拉 琴弦偏粗了 然后再低音拉 琴弦更粗了 最后 背低音拉 琴弦更粗了 也就是说琴弦越粗 你的力度需要用的越大 当你按弦的时候 老师 哦 我会发现 你到时候 你如果说你之前没有按 没有感觉 没有 我没有注意到 我西的音准是否按准 如果以后 你用调音器去调 拉按到西的音准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左手是用不上力的 特别是按低音拉的时候 左手会用不上力 为什么呢 这时候你的左手是没有力的 所以说 拉按到西 你会感觉非常吃力 刚开始的话 容易吃力 不要吃力 所以说到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那么接下来 拉和西之间的转换 我只用高音做示范 因为高音 你能够看到两只手的配合 那么接下来 右手弹拉 大指贴 左手按 大指弹C 右手 十指贴 左手起 十指弹拉 大指贴拉 左手按拉 大指弹 弹出来是西的音高 十指贴 左手起 十指弹 大指贴 左手按 看这个步骤 大指弹拉 弹出西的音高 十指贴 左手起 十指弹 大指贴 左手按 大指弹 十指贴 左手起 十指弹 大指贴 左手按 大指弹 没有吧 就是我们听唱的音是 拉 西 拉 西 每个音都是直的 而不是这样 知道没 这样就特别的拐了 拉西 拉西 特别不好听 这就是你 为什么老师 我一道一道一道 带西的曲子 带发的曲子 我就感觉 哎 他那很不好听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但是觉得就是不知道 就不好听 就自己能听出来不好听 听着怪怪的 比很别扭 除了音准方面 还有一个避免下滑音的问题 明白吧 明白吧 那这时候我们避免下滑音 弹完贴 再去按 弹完之后 再去贴 左手再去起 当你速度两只手配合的快了 弹 贴按 很快的 贴按 一定是贴在前 按在后 那即使两个步之间的距离 差了0.00一秒 那一定也是你先指出 前前震动 左手再去按了 所以说 刚开始的速度放慢 是 把它分解动作 当你两只手练的 比较熟练的时候 拉 它就快了 没有吧 那我们接下来 单独就就 还是训练拉和弦 还是训练拉和弦 一直就你可以自己 用这种方法去训练 OK吧 我们再来一下 弹 拉 食指 大指弹 食指弹拉 大指弹息 基本上会用这样一个指序 比较常见 然后食指弹拉 大指贴 左手按 大指弹拉 食指贴 左手起 食指弹拉 大指贴 前左手按 大指弹息 走 食指贴 左手起 食指弹拉 大指贴 左手按 大指弹 食指贴 左手起 食指弹拉大指贴 左手按 大指弹息 弹出息的音高 还有注意你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在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拉和息 左手按下去的时候 你的左手还有一定的稳定性 我左手的稳定性也影响着你的音高的音准 以及这个弹曲子的是否好听息 息的好听程度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弹完拉大指贴 左手按 弹息了 对不对 你看我弹息的时候 看见左手了没 能看得到左手吧 是不是左手你在右手一弹 左手稍微动一点点 你左手有的时候会在你无意识的情况下 不小心动了一下 这就是你左手的稳定性 这就是你左手的稳定性不够 明白吧 老师我觉得按的是准的呀 但是我一弹感觉听得很别扭啊 这就是因为你左手不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动了一下 你要么就是往下压了一下 要么就是往上起了一下 总而言之只要稍微你动了一点 它的音准音高都会发生变化 没有紧对没有紧字号的话是力度不够 你需要左手往下按再往下按 把它的紧字号让它出来 明白吧 清出来吧 这就是如果说你的左手稳定性不够的话 特别是按低音锡的时候 琴弦比较粗 力度用的比较大 你的左手力度还不够的情况下 右手一弹 左手容易往上起 我一往往起一下 你左手往上动一下 它的音高就发生变化了 明白吧 OK 这是拉转化锡的时候 另外的话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拉转锡上滑音 如果说我们在曲子里面还有一个符号 就是拉指向锡的一个符号 拉指向锡 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你踏完左手去按 按到锡的音高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它没有写 没有写拉指向锡 那如果说拉指针的右上角 仔细写的一个箭头 它的拉是上下的兜的音高 一般如果说拉上下的锡 你的左手按到锡的位置 如果说拉上下的兜 你的左手力度要比拉按 拉上滑的锡的力度要大 明白吧 力度要大 清楚了没 如果说我们那个拉上滑的锡 上滑的锡的时候 你的左手 左手按的要比拉上滑的兜的 要轻一点 明白什么意思吧 能不能理解 对 我是音高左没有紧 自好除黑 你的调音器需要调一个模式 如果不是一直谈不出声思 调音器模式调了没 如果模式调出没有调的话 你是谈不出声思一点 你们是不是 是不是没有 没有没有 前面的刚是不是来的标本 来的标本的话 前面讲的调音器的模式 如果没有调的话 你谈不出声思一点 明白吧 模式需要调一下 模式需要调一下 OK吧 这是拉按到锡 如果说老师 我前面的课程没有听 那你去看回放 明天的话可以看回放 明天的话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回放 就会讲的 你会看到一清二楚 讲的非常详细 清楚了没有 OK吧 对 讲的非常详细的 讲的非常详细的 就是说 如果说 二号琴弦断了 对 你左手按的不够呀 调到十二平均令 你的那个中间的字母 要显示C 要显示是C 显示是C 呃 琴弦断的话 你去联系一下客服 0430 伯伯 联系一下 304 联系一下那个 客服 呃 0430 我就是高音按不到 那个警号 呃 其他都可以说上 那你左手旋望令呀 老师 你是不是按到这个 你是不是左手离职码 比较远 然后按到这个面板 哎 我觉得按到底了 我还没到 你的右手就要往右移 一般的话 高音的话 离职码会偏近 明白吧 怎么可以跟我学习 是不是啊 呃 我还稍好 一直都在 就是呃 每天晚上八点半 在线直播教学 另外的话 买古证包销会 每天晚上八点半 在线直播教学 任何一款古证下单之后的话 啊 老师这边安排 把你拉起教学群 教学群里面 有这个教学直播回放 教学是教学这个 视频课程 还有这个曲子 曲谱 教学教材 分享 分享 啊 分享 分享 对 那不够吗 你其他的都能按到的话 那你按高音的时候 你的左手还不够 对 一直都在 我刚才如何能让 发和系没有回花音 我一直都在 我刚才讲的 你没有听吗 贴弦按弦 你没有听吗 对 离正马远了啊 就是你按高音的时候 一般离正马稍微拼近一点 如果你按到底还不到升C的话 说明你离正马太太远了 因为琴弦比较细 比较细 比较细比较松 然后我们离正马稍微近一点 需要调一下 哦 你刚来 那你明天看回放就可以了 明天看回放 刚才讲的非常详细啊 明天看一下回放就OK了 对 对 OK吧 嗯 今天讲的拉 转息 明天呢 他会讲乐曲 明天呢 讲的那个乐曲呢 就是接下来 我们会讲流声曲 里面在发在系的 嗯 嗯 嗯